大家好 我叫微笑 不是著名编剧 只是半拉编剧 谢谢主持人 那个我们饿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土豆来填补饥饿 但是等我们富裕的时候 我们依然离不开土豆 这就是我对土豆的理解 然后我对娱乐的理解是 凡事能让你高兴的事都是娱乐的事 只要不伤害别人 让你自己和身边的人高兴吧 这也是土豆印象节的宗旨吧 谢谢 对 我们大家都喜欢土豆 好 二位从一个土豆的角度 给我们诠释了一下 什么叫娱乐精神 对 好 也请二位给我们开奖 获得2012土豆印象节 今镜头单元最佳娱乐精神奖的是 骑士 放开那辆跑车 恭喜 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看一下这部获奖作品的精彩片段 有了这辆车 无需再为停车位忧心烦恼 因为它可以立着放 可以躺着放 还可以挂在电线杆上 有了它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去抢车位了 方向盘还是延续了一贯的拉杆式设计 简约而不简单 手感舒适 操作性好 上面有些秀机 所以购车的时候都送了一块铁码 镀铜的中控防盗队 不仅用钥匙可以打开 而且用手指头也能捅开 有时候放在那里 自己也能掉下来 设计师在设计车所的时候 充分融入了佛家本来无一物 四大接空的思想 有就是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前置超大储物箱 触手可及 用一个字形容 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RSB防速死 时时刻刻保护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降胶轮胎上深入的螺纹设计 不仅耐磨 而且更持久 观后镜 采用叠片式设计 来自日本的小泽武 腾空点腾法 确筒 纯正 高分子纳米级全自动智能蜡 板手只是装饰 不用按 车辆启动后 喇叭会自己响 底盘更低 越野性能更强 各种路段均无压力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主架座椅采用了人造格材质 座椅高低可调 充斥着居家风格 用料足 做工考究 透气性好 虽然没有自动加热功能 但是也可以根据周边环境 自动变温 前窄后宽 巧妙地配合了人体唇部结构 非常贴心 也非常舒适 如果我观听配音 不看画面的话 这个车我一定买了 对 感觉非常高档的一辆车 好了 来我们有请 我们这个 禽兽放开那辆跑车的 系列幽默视频的作者 某S李慧 有请 他已经领完奖了 以他那辆车的速度 把奖领完了 你没把车带来啊 今天你的车 今天没带那辆车 已经卖了 我要修为证据 大家可能看不到 这是一个沙发 但是我很遗憾 他没有配椅子 感谢 优酷土豆 感谢土豆 印象节的各位评委 把这个奖颁给我 其实 其他的作品也都非常优秀 但是我坚决拥护 评委们的这个决定 和你们的这个选择 然后呢 特别感谢这个 优酷土豆吧 自从你们合并之后啊 我的这个男朋友 离开了我 他去被一个女生领跑了 他开始相信爱情了 我也打算找个女的 尝试一下去喜欢她 另外呢 感谢全体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觉得你们特别辛苦啊 把这个赛会办得特别有秩序 让我们这些作者吧 这些来宾啊 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另外呢 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啊 一会儿晚餐之后 大家不要走 两位主持人请你们吃饭 但你们一定要开着他当才介绍的那辆车去 我们来请 没事请可以 单你买就完了啊 这个单还是 土豆来买吧 要不 然后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 那个土豆网的原创频道的编辑 陶小陶同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感谢三位 获奖的感言也极具有娱乐精神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颁发的是我们